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主党目标 黎巴嫩真主党下一步将如何行动 美国在这一事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各方应如何避免冲突对抗进一步升级 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 我是黄峰 7月30号晚上到31号早晨 在数小时之内 真主党高级军事指挥官遇袭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被暗杀 其连发生的突发事件都是如何发生的 又将对本已紧张的中东局势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就这些话题 我们的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 宁夏大学 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仙 和特约评论员苏小辉 欢迎两位 首先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在德黑兰遇袭的相关情况 31号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以及一名保镖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遇袭身亡 此前 哈尼亚于30号参加了伊朗总统 佩泽西奇洋就职典礼 并会见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随后 哈尼亚在其位于德黑兰北部的住所中 遭遇袭击 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称 袭击是以色列所为 哈马斯必会进行报复 哈马斯政治局成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 在一份声明中说 暗杀是懦夫行为 不会没有回应 此外 包括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 以及巴方的多个派别 黎巴嫩真主党和野门胡塞武装 都强烈谴责这起袭击事件 巴方强调 巴勒斯坦人民实现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意志 会更加坚定 截至目前 以色列官方没有对此事做出正式回应 以媒报道称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已下令政府成员对此次事件保持沉默 不过 以色列文化遗产部长埃利亚胡 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对相关行动表示所谓的赞赏 此外 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还一度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哈尼亚的照片 额头上印着消除字样 此后不久 以政府新闻办公室将该图片删除 根据安排 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31号下午召集内阁会议 评估最新的安全局势 根据安排 伊朗政府将为哈尼亚举行为期三天的公共哀悼 哈尼亚的遗体将被运往卡塔尔首都多哈 伊朗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 结果将很快公布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同一天发表声明称 以色列在伊朗杀害了伊朗的客人 这将引发报复 实施报复行动是伊朗的责任 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称 伊朗将捍卫其领土完整和尊严 并将让占领者为自身懦弱行为感到后悔 对于哈尼亚遇袭身亡 白宫当天先是表示拒绝发表评论 随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1号向多家媒体表示 美方没有参与这次袭击 事先对此也不知情 美国防长奥斯汀稍早前则表示 如果以色列遭遇攻击 美国将协助保护以色列 回到眼播室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在德黑兰遇袭身亡一事 现在几乎所有的媒体 都把这个事件当作是中东局势 一个新的潜在的爆发点 那么李先生在您看来 这个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目前有哪些关键问题 还没有寻找到答案 确实这样 正像刚才那个小片所讲的 哈尼亚出现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主要是参加30日的伊朗新总统 佩泽西齐扬的就职典礼 其实一起参加典礼的 我们看到出现在现场的 还有黎巴嫩郑州党的副领导人 就是他的副总书记 还有护赛武装的发言人等等 一众组织的领导人 外国的领导人出席 他的遇刺身亡 我觉得是这样 就到目前来看 仍然有一些 怎么说呢 就是不同的说法 就是究竟是什么方式 遇袭身亡是肯定的了 但是遇袭身亡 究竟是遭遇了什么样的袭击 现在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呢 这也是伊朗的国家通讯社 伊通社第一时间 发布消息之后所讲的 说遭到了空中 这个制导弹的袭击 那就是空中打击 或者说无人机之类的 是空中而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是发生了枪战等等 所以现在这个细节 我们并不清楚 如果是空中制导弹 那么这个制导弹 是从哪发的 是从伊朗境内 还是从伊朗境外 这又是两种说法 于是同时 如果是这个发生了枪战 那攻击者 发动攻击的人 是什么人 来自什么地方 这些东西 现在通通还不清楚 伊朗方面的说 稍后他要发布这个结果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不知道 这是一个 那哈尼亚的趋势 实际上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 对哈马斯这个组织 现在的内部用作 它的影响 实际的影响 并不是很大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方面就是 哈尼亚是2017年以来 长期在境外 就是他在多哈 他是作为哈马斯的 最高政治领导人 他主要负责哈马斯 对外的交流和联络 这样 再一个呢 哈马斯内部有很严密的机制 就是自动替补的机制 实际上从2004年 他的那个领导人 亚兴 蓝提斯 先后被这个暗杀之后 他很快地进行替补 实际上并不能阻挡这个哈马斯 或者是严重地影响哈马斯 内部用作 但是毫无疑问 他作为哈马斯的 五名创始人之一 他现在遇此身亡 对哈马斯一个成功的打击 那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我们看到巴伊两方面 现在都在采取相关的行动 现在哈马斯呢 称这个事情是一个严重的升级 哈马斯誓言要进行报复 另外呢以色列方面 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呢 是紧急召开了内阁会议 来扬究和评估最新的安全局势 那小慧在你看来 哈马斯会进行什么样的报复 以色列接下来 又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 我们看到本轮巴伊冲突延续至今 已经近十个月的时间 哈马斯的武装力量呢 当然受到了削弱 但是与此同时呢 以色列也远未达到 消除哈马斯的目标 所以这个时候呢 出现了暗杀事件 那么说到哈马斯方面的 报复行动 首先呢是要吉利的证明 以色列当前这一次的暗杀行动 哈马斯指向以色列 但是呢对于哈马斯的能力 尤其是这种武装部队的 作战的能力 并没有造成直接的影响 所以呢在下一阶段 我们会看到在加沙冲突当中 哈马斯武装力量 仍然会以羽金来进行周旋 包括在一些地点呢 可能会在地面上 来表示自己的存在 强调呢以军并没有控制 在加沙地带所有的地点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也会循击 试图呢向以色列方面 来发射火箭弹 那么同时呢 大家也会注意到 刚才李老师所说的 这一次呢 是哈马斯政治局的领导人 遇袭 对于哈马斯的作战指挥系统 并没有构成最直接的影响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 哈马斯谈到 这是严重升级 所以意味着在下一阶段 恐怕呢 哈马斯会更多依靠 在地区的反乙的力量 来进行这种军事战术方面的侧应 那同时呢 西方媒体也关注到 对于伊朗来说 这一次伊朗也是相关方 那么伊朗呢 会进一步的加强 对以色列的代理人战争 会造成这种局势的 进一步的紧张 甚至有更多的外溢风险 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 以色列方面也在做出反应 以色列当然现在没有 任领这一次的袭击 但显然以色列在准备 在防备下一阶段 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的变化 那么现在以色列已经宣布的 是全球的这种使团机构 以及呢 现在在巴黎参加奥运会的代表团 都要加强相关的安保措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以色列意识到的是 不管是来自哈马斯 还是来自于伊朗的 下一阶段的行动 这种报复性的行动 有可能会涉及到的是 全球目标 是更广泛的目标 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 可能会面对的困境 是防不胜防 就像小辉你所提到的 这次哈尼亚是在30号下午 伊朗的总统佩泽西齐扬 宣誓就职的仪式之后遭袭的 我们看到了伊朗最高领袖 哈密内伊也是发表了讲话 他表态说呢 哈尼亚是死在伊朗的领土上 那么复仇就是伊朗的责任 那李向连认为 伊朗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这个规模会不会超过 今年4月份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 互相袭击的这样一个程度 我认为现在伊朗又到了一个 重要的抉择的这样一个时刻 上一次就是4月1号 以色列空袭了 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的建筑 那么伊朗对以色列本土 进行了密集性的导弹的攻击 所以现在又到了这么样一个时间点 那伊朗下面的选择呢 它有两种选择 一个选择呢 就是再一次像今年4月1号 大使馆被炸之后 4月13号伊朗直接下场 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 这是一种选择 当然这种选择呢 极有可能就使得局势走向战争 就像那个4月13号 伊朗攻击以色列本土 一场擦肩而过的战争危机 当时是呈现在四人面前 如果伊朗再攻击以色列本土 那么这一次战争的可能性 那就非常之大了 这是一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呢 就仍然沿用代理人的战争 那就是说从现在看 以色列说他面临七个战线的战争 那么一个是加沙 越南河西岸 礼拜登 珍州党 胡塞武装 叙利亚 伊拉克民兵 还有伊朗 那么伊朗实际上可以协调这些 这些力量来共同和以色列 进行报复 所以我觉得伊朗面临两种选择 从目前的情况看 或者是从今年4月份 这个实际的一例来看 我认为伊朗也好 以色列也好 还都不希望战争 对于这次哈尼亚遭到暗杀 我们看到卡塔尔的外交大臣 和首相穆罕默德 在今天是表态说 现在是巴以停火谈判 还在继续进行的过程当中 但是谈判的一方 暗杀了另外一方的谈判代表 那么这个调解要如何 才能够获得成功呢 那小灰你认为卡塔尔方面的担心 有没有道理 加沙接下来的局势会如何走 卡塔尔的担心显然反映出现实 应该说暗杀之间之后 国际社会不变关注的是 巴以冲突的走向 那谈判是不是可能 未来完全没有希望 从目前来看 并不意味着谈判已经就此终止 但是显然呢 现在谈判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其实呢大家会看到 在这一次暗杀事件之前 以色列和哈马斯就在相互进行指责 哈马斯方面的认为 以色列是故意的进行拖延 来借故提出新的一些条件 比如说大家注意到的 以色列提出要阻止巴勒斯坦人 回到这个加沙地带的北部 以及呢以色列希望 进一步的控制拉法 以及呢在这个南部地区 涉及到费城走廊的控制权 所以这个时候呢 哈马斯认为 以色列这种做法呢 是会使谈判最终的走向 出现更多的难题 甚至难以达成协议 当然以色列方面也指责哈马斯 此前呢进行了29处的修改 认为这对于最终的停火协议的达成 是构成了困难 但是这一次的暗杀事件之后 显然呢以色列没有达到 对哈马斯进一步施压的 这种直接的目标 反而呢有可能 尤其是在短期之内 会使哈马斯的立场更多的强硬 所以这个时候 国际社会关注到的是 可能会带来的结果 是以色列方面的得不偿失 对于以色列 尤其是以色列总理来说 内外的压力都在增大 那么近一时期 不管是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还是呢这一次的暗杀行动 其实在以色列国内出现的反应 都是认为事态会更复杂 包括被扣押人员的解救问题 前景会更多的渺茫 认为以色列政府的选择 是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损失了自己的利益 那么另外的国际社会 也对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 未来形势的发展表达出了担心 多方都在对这一次的暗杀行动 表达谴责 我们注意到 哈马斯的第一任领导人 亚新是在2004年 也就是整整20年前遇害身亡的 那么同一年 第二任领导人兰提西 也是死于暗杀 那么现在第三任领导人 哈尼亚也是死于暗杀 遭遇了相同的命运 那李先生在您看来 这样的事情如果频繁地发生 有助于缓解巴以之间的矛盾吗 以色列如果这么做的话 他接下来真的会就安全了吗 其实这样大家看得很清楚 长期以来 以色列美国 他基本上 叫他习惯于用这种 所谓定点清除 暗杀对方的重量人物 这样一种手法 当然显而易见 这样一种手法实际上 并不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安全 也对这个缓解这个矛盾 与是无补 这是大家看得非常清楚的 刚才你讲到了 20年前 他其实接连暗杀了 第一代领导人 就是亚新 第二代领导人 蓝提斯 实际上 哈尼亚是第四位领导人 第三位领导人 他是隐退了 之后 哈尼亚替补上来 这个哈马斯 他创始人是五位 那么现在 这个三位 就加上这个哈尼亚 三位被暗杀了 另外两位 实际上现在年龄大了 隐退了 所以现在哈马斯 就是面临着更新换代 大家要知道 20年前 接连暗杀了 他两任领导人 但19年之后 去年10月7号 爆发了 哈马斯对以色列 前所未有的攻击 显而易见 以色列并没有变得 更加安全 所以我认为 其实要缓和 双方的矛盾 这个暗杀 那绝对不是一个 好的办法 其实就在 哈马斯领导人 哈尼亚遇袭事件 发生的不久之前 以色列30号傍晚 就袭击了 黎巴勒·贝鲁特南郊的 真主党目标 离以紧张局势 也由此进一步升级 当地时间30号傍晚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 传出巨大的爆炸声 并有能烟冒出 现场目击者称 接连听到两声爆炸声 以色列国防军 随后发表声明说 以军战机当天 在贝鲁特地区 展开定点清除行动 炸死真主党军事指挥官 兼战略部队负责人 弗阿德·舒库尔 以方称 舒库尔对日前 以色列占领的 戈兰高地城镇 遭袭事件负责 黎巴嫩真主党 今天发表声明 确认弗阿德·舒库尔 就在遇袭建筑中 但没有证实 舒库尔是否死亡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此前也报道称 空袭发生后不久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 纳斯鲁拉发文称 以方的暗杀企图 没有得逞 将会在考虑到 所有事实后 发布官方声明 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 米卡提30号表示谴责 米卡提称 袭击地点距离 黎巴嫩最大的医院之一 只有几米远 以军的行动 明显违反国际法 和国际人道法 黎巴嫩外长哈比普表示 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 已经越过红线 但他希望真主党 做出适当回应 来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半岛电视台报道称 黎巴嫩真主党的 一名消息人士表示 真主党肯定会做出回应 并且有能力对以色列 在海法和哥兰高地等地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 路透社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称 虽然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报复 但并不想把黎巴嫩拖入一场全面战争 不过外媒的分析主要发表在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预袭之前 当前黎巴嫩真主党的态度是否发生变化 还不得而知 以军高层人士称 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不对这次空袭贝鲁特做出回应 那么事情将就此为止 以色列无意全面开战 美国方面 以色列时报报道称 以色列曾提前告知美国 以军将发动上述袭击 路透社称 在袭击发生前 美国展开外交活动 避免离以爆发全面战争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称 黎巴嫩方面之前透露 他已经得到第三方的保证 以色列的反应将是有限度的 我们看到伊朗媒体是在北京时间的 今天上午11点多发布的 哈尼亚遇袭身亡的消息 而贝鲁特遇袭事件发生的时间 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的0点40分左右 那么这两件事情之间的间隔时间 其实只有几个小时 那小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接连发生这样两起突发事件 你认为他们彼此之间是否存在一些关联 会不会引发中东政局的进一步的风暴出现 表面上来看的时间点的重合 是有一些偶然的性质 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对于贝鲁特的袭击 是因为此前以色列指责利巴嫩支中党 攻击了格兰高地造成了平民伤亡 这是一次所谓的报复性的行动 但是对于这一次的暗杀行动 尽管以色列刚才我们谈到 他并没有认领 但是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 经过精心准备的行动 那两个行动之间 是不是纯是这种时间简单的巧合 但是我们会看到 从背后来看 应该说内在的逻辑是十分清晰的 其实与其说是两个时间点重合 不如说是三个时间点 相互之间的关联 那么此前我们注意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开启了他的访美行程 因为格兰高地的遇袭事件 是结束了他的访美的行程 来紧急进行处置 其实这三个时间点反映出的是 当下对于以色列政府 尤其是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 是处在一种内外交困的境地 所以现在是希望更多地 来获得美国方面的支持 说到此前内塔尼亚胡访美 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是 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在演讲期间是大谈伊朗威胁 也因此获得了掌声 同时内塔尼亚胡也与拜登 与哈里斯与特朗普都进行了接触 好像以色列方面 在美国停以的问题上 还是得到了美方的一些回应 但是与此同时 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 美方现在的支持是有不确定性的 或者是说美方更多的是 从自己的利益战略目标考量 来设定美与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访美期间 应该说相关的政治人物都谈到了 未来以色列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的 这样的一个前景 甚至有一些增加施压的意味 所以从以色列近期的行动 不管是针对黎巴嫩珍珠党 还是针对伊朗 以及针对哈马斯 其实都是希望美国关注到 在当前地区安全出现变化之时 以色列是需要美国更多的支持 甚至有分析说 这一系列的动作本身 就是在测试美方的这种容忍度 甚至是有意以把美国拉下水 来让美国更多的 来与以色列方面进行政策的协调 而并非单方面的 对以色列提条件和施压 所以我们会看到 以方的这一系列的行动 确实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在贝鲁特遇袭之后的第一时间 我们看到黎巴嫩的外长 就表示以色列的行动 已经越过了红线 但同时他也希望真主党的反应 不要让局势进一步的升级 但是现在哈尼亚已经与袭身亡了 那李先生在您看来 黎巴嫩方面的态度和行动 会不会发生一些改变 那么真主党的反应 会不会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以色列面对的七个方向上的 矛盾和冲突一样 会不会和抵抗之湖的各个成员之间 形成一个联合的行动 实际上这最近半年多来 就是所谓的抵抗之湖 就这一系列的包括伊朗在内 他们的联动一直是存在的 而且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 他在不断地加强胡塞和真主党事件 是这样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认为正像在此之前 就是这个格兰高地的足球场事件 发生之后 实际上求到了以色列一边 下一步局势的发展 取决于以色列如何报复 所以当时实际上在两三天中 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也好 黎巴嫩方面也好 是非常紧张的 因为求在以色列一边 决定权在以色列一边 那么现在以色列对黎巴嫩 这个贝鲁特南交进行了空袭 而且按以色列声称 他杀死了这个真主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 以及紧接着发生了哈尼亚这个事件 所以现在实际上求到了哪一边 求到了黎巴嫩真主党一边 到了伊朗一边 那么下一步局势的发展 取决于黎巴嫩真主党如何回应 伊朗如何回应 所以现在高度紧张的反而是以色列 大家看到了内坦尼亚户紧急召开安全会议 商讨下一步国家面临的安全的威胁等等 下一步如何发展 当然我们的高度关注 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的表现 那么从以色列这一次定点清除 苏克尔就是在黎巴嫩贝鲁特的南部 实际上总体来讲 人们认为他还是选择了一种相对 低等的这样一种回应 以色列不希望战争 他摆成了这种架势 同时美国在这个事件背后扮演的角色 也同样是引人关注的 我们注意到在以军袭击黎巴嫩之前 白宫就展开了外交行动 希望离役之间不要爆发一个全面的战争 那这种情况其实也发生在了 今年4月份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互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给人的感觉就是美国总是在 大危机即将来临的时候 才想到要放一个马后炮 那小辉在你看来白宫为什么不把他的 这样的外交努力放到去促成巴以之间的停火 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上 确实大家似乎看到 在这个形势危机之时 在这个冲突外溢即将发生之时 好像美国也在试图踩刹车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到底是在踩刹车 还是在踩油门 首先我们会看到本轮巴以冲突升级 那么美国不断地对以色列偏袒 这都是大家看到的现实 而巴以冲突的延续是中东地区冲突外溢风险 不断叠加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那么说到这个背景当中 刚才李老师也提到 各方之间都在传球 总是要把球踢到对方的脚下 在试探的过程当中来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 比如说现在以色列以利巴嫩方面 是不是会进行进一步的回应 为一个所谓的测试点 如果利巴嫩方面保持某种克制 好像冲突外溢的风险 在短期之内某种程度会降低 那么同样的涉及到这一次的暗杀事件 如果哈马斯方面以及伊朗方面 不做出更多的这种激烈的回应 好像各方之间也会寻找一种出路 但是总体来说 美国现在的这种暴心救火 其实是引火上升 引火上交游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对于中东地区的形势 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好的 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 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好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再见